红火椅肆虐受害的农地范围越来越大 为了教导民众如何防范 淡水区公所前往油车里活动中心 举办了一场红火椅防治讲座 里长就表示最近在淡海沙伦一带 有局部地区出现红火椅 希望能够透过讲座 让在场的民众知道如何处理通报全民防治 红火椅肆虐受害农地范围越来越大 去年到现在在淡水区 甘征屯山新续镇各地 都传出有农民在田里面被咬伤 而为了教导民众如何防范 淡水区公所日前来到淡水区 油车里活动中心 与国家红火椅防治中心合作 举办一场红火椅防治讲座 现场邀请到了国家红火椅防治中心的讲师 希望能够透过将正确观念 推广到每一个民众教大家如何预防 所以我们今年度总共办了11场的讲座 特别邀请到国家红火椅防治中心的专业讲师 来跟礼民上课 课程结束后我们会配合市府的农业局 来进行全区的防治 以防止那个红火椅的蔓延 不要靠近就是怕被它咬 然后不要干扰的话 就是你破坏 破坏椅草的话 它就会蔓延 那赶快通报 就是通报国家红火椅防治中心 或者是公所 公所表示由于红火椅在被叮咬之后 会产生灼热剧痛 永久留疤痕 严重的话 甚至会引发过敏性休克反应 里长们纷纷表示 最近在沙伦淡海一带 有局部地区出现了红火椅 对于防治观念也相当重要 希望能够透过讲座 让在场的民众知道如何处理通报 并且全民来防治红火椅 沙伦淡海之前就发现很多个红火椅 所以我们对这红火椅的防治就很在意 那今天是想就邀请民众来参与 这个讲师来宣导 教我们如何来防治 因为我们里面有发现一两个个案 就是说有红火椅的小丘 然后那个丘就是高高的 然后它会遮人 像我们上一次在除草的时候 有那个志工被遮到了 然后遮到之后它会痒还会痛 所以他们甚至要看医生 所以我们今天借由我们今天课 来帮我们做讲解 也希望民众如果看到这种红火椅 那赶快通报我们里办公处 或者是跟公所 那我们这个机关呢 能够赶快尽数来解决 然后防治我们红火椅再继续扩散 那如果被红火椅咬到的时候 要赶快继续就医 然后不要说悟性迷性 然后乱涂药 然后反而造成不好这样子 由于淡雪区红火椅 危害面积在去年已经超过了700公顷 红火椅生命力强 用水浇灌椅窝 翻动吐石只会让红火椅轻松 迁移到下一个地方繁衍 令人非常的头痛 公所表示为了落实行动防范 今年更举办了11场的教学 希望能够透过讲座的教学 让大家了解并且有效防治 这个重重危机 记者许多安音乐学采访报导 下一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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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Achoisé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